他選的這個顏色叫做 菸汁紅 這台選到好快600 600多 600多嗎 真的漂亮 紅色 黑內裝 黑屋頂 然後這台車厲害的是他有選的按摩椅 我覺得大家最不會選的就是 按摩椅 跟什麼抬頭顯示器 然後他厲害了 他的加油蓋也是驚喜 真皮包補鑰匙2萬9 我靠 我跟你講這2萬9都還好 他出風口要選10萬 歡迎來到紅達雷收車子 紅達拍拍草地 61級 我很期待的60級怎麼不見了 你人在越南開啊 回來的真的是很驚險啊 謝謝老闆 喔 真的是 我要回飛機上的時候 忽然護照不見 喔我是喔 我就叫老婆小孩 通通先你們先回去 沒關係 你過意的啊 我自己承擔 你過意的啊 我自己承擔 我都會多待三天 護照不見 重點是待了三天之後覺得 好像差不多了 然後忽然又說 欸 找到護照了 回來還要在那邊說自己多委屈 欸欸欸 真的是 不然60級我一定會趕得上的 好不好 對啦 他有算好了 算好時間了對不對 好啦 第一台啦 我今天的主題是 應該說車商最怕收到顏色的車 我們最近對於特殊色 還蠻獲得一致的 海色的好賣嗎 可是我們是要賣掉啊 哎唷 那你這樣搞 我們今天就來分析什麼樣顏色的車 可能在謝老闆眼裡會扣多少錢 欸 但是有些車可能在某些車款上 反而是加分的喔 如果這一台少兩個門不就這很好 雙門這個紅色 911 718對不對 Pamero上這個紅色通常也要再扣多少錢 你會扣錢嗎 你會扣嗎 坦白說 我會扣 我會扣 這個真的要扣 這個要扣多少 是扣5% 5%喔 我覺得是車總理 那如果它是718你會加嗎 喔 不好意思 沒有它是718我都加 所以其實718很缺啦 對 而且他說的是這句啦 718啦 911系列的啦 來啦 都加了 那718有什麼顏色要扣 銀色我覺得要扣 就9111啦 911要贏又還好 因為年紀 年齡層的關係 911的銀色真的最近這一年多兩年多 其實四五十歲了很多都買單 Ginny上很多都是銀色的喔 可是718你有看過銀色的嗎 很爽 2019年20年4的Panamera 就是3.0 V6的那個版本 它的新車家選配玩是636萬 如果以空車來講的話應該是493萬 他選的這個顏色叫做 菸汁紅 所以你選到紅他六百 六百多 六百多嗎 真的漂亮 欸紅色 配內裝 配屋頂 對他有選 如果旅圈再窄個21吋的 我覺得就很漂亮 對我覺得他的旅圈 他其實就是 就是他你已經選了那麼高調的顏色了 你的輪圈應該要再比較搭配一點 可是如果以這個顏色配黑色 我只覺得他是漂亮 好然後他還有選了那個 ACC跟環景 還有PASM跟BOSS影響 就選的還是蠻精準的 真的就是差那個旅圈 賣掉了 然後一樣有這個車趕快找我們好不好 那一樣紅色也可以 要再讀一次嗎 OK 二號選手 2021年的 118R 這是什麼顏色 什麼藍啊 這應該是寶藍 這是哆啦A夢藍 我剛才在想說 他的藍其實跟寶石潔麥仔蜜藍很像 不像 紅的色系的 你是在跟少文待在一起久了是不是 當然我是射盲 我沒有耳包喔 我耳朵是OK的 台灣賣最多的 雙門手排 場頭跑車的 最多這個藍 過他啦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你知道這是他的廣告色耶 他是這一次新四代一系列的廣告色 我滿意外 因為我去看他的那個 DEMO 他的 有時候他一樣的顏色 有一些比較年齡 比較高一點的 有年紀的客戶 我覺得他們比較沒辦法接 當然當然 這個還是比較年輕人會接受的東西 這台是M版的 新車站是169萬 標配跟車 幾匹跑車座椅 有包覆性的 對 然後其實他的配備 就是基本上都有啦 安全的配備 對 盲電啊 倒車影像啊 然後我們都有 其實這個車子就是代替啦 他旅圈固的很像這樣 他旅圈固的多少 3萬5 最終收購價是118萬 喔 因為他是118 所以說118嗎 好巧喔 我覺得是 320就收320喔 那我要收135 買車盛舉顏色 你如果自己要開的 其實什麼顏色都OK 可是如果真的大車的話 真的還是要盛舉 還是要尊重那邊 說實在的 這個顏色真的還是沒有黑跟白的嗎 好棒喔 真的 這台有喜歡的找 小梅 3號選手 這台厲害 這台好不好看 我覺得這個顏色 沒那麼好看 但是配他的內裝就好看 裝設搭配喔 來講一下他的色號 這個叫雪家中 這個是不是設計師的車子啊 因為一般如果 那種設計師都會對中 這顏色品感 對 顏色品感就對了 他對內裝會更坑克 這一個面板喔 你知道這個面板要選多少 這個Club的套件對不對 10萬 這樣要10萬 真皮要32萬耶 這整套全部選起來 他連這個 欸那個出封口也是真皮的喔 細節的一個 而且他內裝附得很新耶 他選100多萬有1%都在 都在選他的內裝 我們這一台不是S的喔 我們這一台是369機分買的 真的是極盡奢華 他選半台了喔 選到好要300萬耶 選滿差不多加奢侈所以580 你看他對那種瑪麗不是很要的 但他對於內裝的那種舒適豪華感 所以今天這台就是特殊色內裝 我們聊天 因為他外裝我覺得沒有說很特殊 沒有 因為他也沒有選這個紙偷比賽的那個套件 這個要選多少 這個鑰匙 用19要選2萬9 2萬9 真皮包補鑰匙2萬9 我靠 我跟你講這2萬9都還好 他出封口要選10萬耶 出封口要10萬 出封口要10萬耶 真皮包補出封口要10萬 他真的是真皮耶 真的啊 真的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 這就是金錢的味道 然後這台車厲害的是他有選的按摩椅 我第一次說要包起來 我覺得大家最不會選的就是按摩椅 跟什麼抬頭顯示器 然後他厲害了 他的加油蓋也是金石 他前面也是選的 他這個是15萬 欸他這台車我覺得厲害的是 他的加熱跟通風雨都可以調整部位 喔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之前沒看過的耶 他可以調椅背的跟屁股的 不過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那個7.5很要求 對很要求 他就是買了 注重自己的感受 他就是買自己要有獨一無二的那種感覺 但是我想知道最多收穫價值 他這樣不到一年虧了兩百萬 兩百萬耶 新車580加奢侈稅嘛 580這樣子虧了兩百萬耶 欸369卡 因為我們開三年大概也虧了一百多 他這樣一年不到就是這樣百萬噴進去了 這就是特殊的代價 所以我覺得那一裝應該是 你比較注重一些個人品味的東西 會被扣比較多 因為那個真的是比較特殊品味 因為大眾不一定都能接受 對 你這跑多少 這個跑一萬 一萬九千 再來是四號選手 這顏色好不好看 我覺得 現場一片沉默 你有沒有覺得剛剛那個118藍色 真的比較好看 他如果在M2就好看了啦 M2或是那個M4也可以 我覺得 這台是2017年的440GC 三百四萬 哇他真的那時候新車三百五幾萬 真的好貴喔 然後他這一台都是在 就是他有這個原廠保養店 喔全原廠保養 我覺得這個顏色配在這台車上 應該會有 不一樣的火花 他現在里程多少 里程大概在九萬多 2017年跑九萬 九萬多 然後他有左三 左邊有三顆線 然後他的引擎也不一樣 他是那個B58的 唉唷 講出他的優勢了 很多這種車都是什麼430 可是他B58就是新的引擎 其實內裝顧得還不錯啦 就是如果說 包膜可以解決這個事情的話 可是我覺得 我相信這個顏色一定也是會有人喜歡 顏色不夠漂亮 里程也不是很漂亮 價格來補足 欸嘿嘿 這個我覺得要扣錢啦 要扣多少 單舊顏色喔 單舊顏色 再扣五萬 他尾燈有改嗎 原廠的 對他這個是小排款 而且他這個是先輩的 空間又大 這一台17年的 一百二零一七萬 而且他卡錢橘色的 他有原廠聲浪嗎 這個有 有嗎 是扣檔的時候會有一點點放屁 我來跳 2017年的440GC 然後現在的里程是九萬 最終收購價是一百二十 三萬 對有喜歡的找我 好懂 不過要選手 欸這個可以 顏色可以在那個 再徵求一下143 如果有143麻煩你找我好不好 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不是說特殊色嗎 特殊色啊 這個也算特殊色 特殊色啊 它是內在 內在美 這台是日規的 然後1617的143 然後日規他們的那個大燈 他會多這個藍色 頂級二十吋的啦 二十吋的 二十吋的 環景 二三P 苔璇 柏林 全景天窗 氣壓必須 該有的全部都有 唷唷 滿的 重點跑多少 六萬公里 唷唷 而且它這個內裝 雖然是淺色系 但是它是NAPA真皮 車主它改了一個那個 碳纖維的方向盤 他不如出風口也是改的吧 也是改的 白內裝是不是讓人又愛又恨 有些車子白內裝就很難賣 所以這個內裝的顏色 到底要不要扣錢 一哥你覺得 如果這一台跑十萬 我就覺得要扣 1617年的這樣跑67年 其實跑十萬是合理 可是我就會扣內裝顏色 跑六萬的話 就不扣 又這種內裝顧得這麼漂亮 我覺得 你看 我們之前那個S400 Cooper 你看 黑內裝的都賣不掉 就這種白內裝的 喔 用搶的 2016年日貴的143 最終賺過價是180萬 很便宜啊 真的很便宜 低單價 就等於是你用1300的價錢買143 最後又喜歡在找 剛剛 再來是 六號選手 這個就熱門了 這個就搶手 你們要設定手 考多少 考五萬 2019年 1920的 小改款 小改款 有AMG 有天窗 然後有免藥石套件 中規中矩啦 他們就沒有玻璃 沒有跟車 但是 便宜 便宜 我們不足的配備 我們價格來補足好不好 這一台是2019年的 GLC300 Coop 最終收購價是180萬 我們前站只在賣 都要賣到268 258 有沒有價差 有價差了吧 有時候你眼睛閉起來 那個配備其實沒有很重要 看一下內裝好了啦 黑色 然後黑橙幕 然後記憶座 贏家樂儀 就是真的中規中矩好不好 最終收購價是185萬啦 所以其實還是很相對划算 好 這台有喜歡的 找新鎂 新價錢 單價漂亮 沒錯沒錯 再來是 七號選手 這台我們的小葵 把它賣掉 但是在小葵之前 是我收的 總代理 2016年的X6 358 灰色算不算難賣的顏色 在X6上面 我覺得挑人啦 黑跟白的第二首選 我覺得這個可以 你均數多少 6萬億 6萬億 漂亮的 好少 還蠻少的耶 15年的耶 它的內裝很綿 真的很綿 而且這個有那個喔 有西門喔 然後有抬頭顯示器 有天窗 有電動座椅 基本上其實那個年份的X6 當我還基本上 它的配備就是大概這樣 那因為我們最近X6 其實收蠻多也賣得蠻好的 所以有這個車一樣 我們也是 高價收購 如果沒有二億 新舊款都收 對 新舊款都收 新舊款都收 這台最終收購價是113萬 可是這台就是真的 好 6萬 香 真的香 要的話 早安 最後一台是謝老闆的 我完蛋 我們現在只有七台車 最後一台我想說 讓翼哥你還現場挑一台 我們要來促銷的 欸我們今天阿爸也收 兵力也回來 血奶也回來 都是 他現在只看前面的 他後面一堆擺得很久 他都不講 原水救不了靜火 我們來搞這個 六台都換的 這一台我們一共 我們應該有拍個三次有了吧 第一次拍過開櫃的 然後兩次促銷的喔 二一年的跑八千而已 新車我記得S580 加長版的 我記得新車大概在900左右 已經沒差那一點 已經對沒有差那一點 現在真的是舊舊謝老闆 差的不是那一點了 從國外回來的時候 我是大概在 六九八 六九八 剛開始是六九八 到六七八 六六八 到六五八 不知道什麼八了 反正到最後那上個月是六二八 對 我們這一台 加長版的喔 AMG摸門音響什麼都有 車 新款的 大改款的 林格文 冷熱通風雨 S500的話是3000cc的 這一台是4000cc的 這個V8引擎真的聲浪很好 安靜 沉穩 一句話 從六九八 一路這樣子 六五八 到後來的 六二八 六零八 都一次就要二十就對了 沒有再拉一點點 沒有我們就是一句話 MAN 五九八點八 窮風了好不好 窮怕了 窮風了 事情嚴重啊 我跟你講 五九八啦好不好 當也是差這30萬的 我們差的是一個看上他的檔櫃 不是 我跟妳講 檔櫃都不是差那二三十萬的東西 他要的是一個感覺 五九八 五九八一句話 剛才我們Apple說要再加印一台 還要再加印一台 窮風的 窮風了 兩台我換一台超跑的 我們全部的超跑都賣過 都賣掉了耶 我跟你講有超跑的話再問我 還可以買麥拉倫 好不好 1000萬左右的都來找我 沒問題 我們現在勞塞斯也沒有了 麥拉倫也沒有 法拉利也沒有了 就剩一台大牛 對 本能做這樣 日歸的 2020年的GT63S 配備應該都很齊全吧 跑四萬七 是不是一樣先砍第一個數字 以表成義 什麼砍第一個數字啦 第一個數字還是六啦 你不要 不要在那邊了啦 這個新車也是快1200耶 一句話 618啦好不好 618 嚴重了啦 趕快 要的話618拚了 不是說真的做車行的真的是 什麼都溫潭耶 做生意哪有你做了解 我跟你講 我們在賣一般的車的時候 都是謝老闆叫一下 你再捏一下 再捏上去一下 你來買這種促銷車 你就是叫謝老闆 你再捏一下 再往下捏一下 整車就反過來 對對對 對不對 那一台賠200 你們就在那邊哀哀叫 這個人在新車上 現在賠300耶 今天前面七台就是 拍賣場 收車 然後後面兩台促銷的 補兩台 不要記你那些實力玩家 實力的有實力的朋友 來看後面那兩台 歡迎來現場捏一下 然後如果他們有實力 基本上應該也有車可以賣我們 欸欸欸欸欸 有車的話我們還是 準備了 高價收車 對高價收車 對最近超跑換回來的錢 真的隨便買都有 好不好 OK 有車趕快聯絡我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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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各位粉絲 我們已經 10萬訂閱 再邁向我們下一個里程碑 20萬訂閱 不是夢 各位乾哥乾爸乾姐 乾哥乾弟 好 我們訂閱起來 你們的支持 是我們最大的鼓勵 要買車要賣車一樣 找我們宏達國際 小老鼠 HONG DA 還有我們的MV 我們每天晚上 7點到8點半 都會有直播 特價再特價 每天晚上 3、5日 更新 我根本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感謝大家 今天就是這樣 訂閱起來 掰掰 訂閱和大家分享 掰掰